大家好,上一节课我已经通过脚手架工具带着大家生成了一个react.js的工程目录 那么这节课呢,我带大家来简单的学习一下这个工程目录里的各部分的内容 首先,我们回到桌面,运行上一节课我们创建的这个react.js的项目 放大,我们首先要进入到这个to-do list的文件夹下面 然后用命令行运行这个指令 npm,run,start,回车 好,这个过程呢,实际上脚手架工具在帮我们分析原代码 然后呢,它会自动的起一个服务器,把原代码运行起来 好,我们看到的网页呢,就是我们这个工程目录里的代码生成的一个页面 那我们呢,打开to-do list这个项目的文件夹 我来带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文件夹里的各部分的内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yarn.lock文件 好,这个文件呢,主要是我们的项目依赖的安装包 它的一些版本号会在这里做一些限制 这个文件大家一般不要去动就好了 再来看有个readme.md 好,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项目的说明文件 它里面会有一些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说明 当然呢,我们可以这块代码全部删除掉 自己呢,在这里通过markdown的语法 来写一些自己相关的这个项目的一些介绍 比如说我这儿可以写一个react 教学demo 大家可以写自己的一些内容 OK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package.json文件 那任何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教授架工具里面呢 都会有package.json这个文件 其实它就代表着这个教授架工具 实际上是一个load的包文件 那么这里呢,会有这个教授架工具 或者说你项目的一些介绍 比如说你的项目名字叫做to-do list version版本号是0.1.0 这是一个seal的项目 这个项目里面会依赖一些第三方的包 比如说react,react-dom,react-scripts 它还会有一些指令供我们调用 大家记得吗 刚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通过输入npm run start 来启动我们这个项目 那之所以能这么启动 原因就在于你的package.json文件里面 有start这样的一个命令 当我们运行npm run start的时候 实际上运行的就是这条命令 后面跟着的这个内容 它会帮我们通过react-script这样的一个工具 去启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 OK 那关于package.json这块的内容呢 其实主要是node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大家呢 也不必担心这块的东西你不太了解 你只要知道啊 package.json文件是一个node的包文件 它可以让你的项目变成一个node的包就可以了 这里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会去动它 它是交手架自动生成的一个文件 OK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gitignore文件呢 是我们如果用git管理我们代码的时候 有些文件你不想传到git仓库上 可以把这些文件定义在gitignore这个文件里面 当然呢 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用到git 所以现在我们先不必管它 nodemodules这里面放的是我们的这个项目 依赖的一些第三方的包 这些包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是交手架工具呢 要想实现它自己的功能 就需要依赖一些外部的node的包文件 那这些包文件呢 都放在nodemodules里面 这里面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动它 它是一些第三方的模块 好 public目录 我们来看 public目录里面有个fave icon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react项目 左上角 大家来看这个位置 它会有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icon 那fave icon 这个小图标 大家看 正好就是你网页的这个小的icon 好 大家呢 如果自己做项目的时候 你可以到一些网站上 去做一些ICO这样的小的图标文件 然后起名叫做fave icon 覆盖掉我们项目里的这个文件 这样的话 你的项目的左上角的这个图标 就可以变成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图标 再来看 index.html 这是我们项目的首页的一个html模板 那这里呢 大家可以先不去动它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模板很简单 这些注释呢 是帮助你理解这个模板用的 你把这些注释删掉 再来看的时候 其实这个模板非常的简单 就这么多的内容 首先meta标签 这不必说 好 这里呢 有个manifest manifest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它的一个作用 我们现在呢 先放在这儿 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再来看 title 有一个react app 那对应的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项目 上面这块内容显示就是react app 如果呢 你把这个html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改成 to do list 保存 回过来 我们刷新 这里就会变成to do list 好 再往下 script标签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no script 意思是如果我的这个网页上呀 把这个script给禁掉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给用户一个提示说 你应该在你的浏览器上 开启script的适配项 或者说允许网页去解析java script 那 其实这是一个容错的一段代码 你也可以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代码就更精简了 但是呢 留在这儿 你的代码的见状性会更强 那你可以先放到这里 那div id等于root 就是一个div的一个标签 它就放在这里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 HMR文件 那我再往下看 这里有个manifest.json文件 这个文件呢 也和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一个概念有关系 那我们先放到这里 我们一会儿再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src目录 src目录是我们 在做项目开发时候啊 最重要的一个目录 它里面放的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所有的原代码 那所有代码的入口在哪里呢 在这个index.js文件里 大家可以看到 index.js文件里面 首先 它引入了react 又引入了react.dom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 这里引入它的一些作用 我们先来看啊 你可以先理解成 index.js是整个程序运行的入口文件 也就是说整个程序 从index.js开始逐航的执行 首先它会去引入react这个包 好 之所以我们能直接引用react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脚手架工具 在这个项目里面 已经帮我们安装好了react 我们打开package.json文件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依赖包里面已经有了react 所以呢 在src目录下的index.js里面 你可以直接用react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react.dom 好 我们再来看 在js里面 它竟然还引入了一个css文件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我说你应该学习到这一点 react 它的设计理念呢 包含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 allin.js 以前我们讲css和gs是相分离的 但是在react里面 其实css可以像gs一样 通过模块的形式被嵌入到gs里面 所以这是它带来的一个新的写法 如果大家去学习view 或者学习angle这样的框架 你会发现 都可以在这个js里面去引入css这样的文件 就是这种交手架工具 或者说这个框架 自身比较推崇的一种css的和js的一个编码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呢 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网页 刷新大家看 页面的样式都很漂亮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index.css给它删除掉 再保存 我们回过头来 再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啊 页面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说明index.css里面 可能没有太多重要的东西 我们打开index.css来看 果然它里面呢 就有一个margin padding和found family 那这块呢 我可以为了让工程啊 变得尽可能的精简 我把没用的代码都给大家删掉 那么现在 我刚才把index.css再引入这块删掉了 那么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文件也给它删除掉 OK 好 我们的项目呢就少了一个文件 那继续我们往下看 接着你引入了一个app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appether从哪里引入的 import from这个语法 是es6里面提供的一个模块引入的语法 它有点像amd里面的requare 或者cmd的 amd和cmd其实都是requare啊 其实就相当于在一个js文件里面 引入另外一个js文件 好 我们看app从哪来 从app当前录下的app这个地方来 其实 它代表着什么 它代表着app.js 你直接这么去写app 交数价工具呢 会自动的帮你去补全这个后准 帮你去优先的去找点js文件 他会看到这里正好有一个app.js文件 所以呢 它就会把这个js文件给载入进来 好了 我们打开app.js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 它首先引入了react 引入了一个component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们后面会讲 我们先不关注这一点 先往下看 在这里 大家仔细的看 它引入了一个logo.svg的图片 svg是一种图片的结构 我们点开当前目录下的logo.svg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上是数据的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它会生成一张图片 那么这张图片实际上是哪张图片呢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这个旋转的图片其实就是logo.svg 这个文件里的内容 那我们呢 现在可以尝试 在app.js里面 把logo.svg删除掉 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好啊 你这里引入了logo 在下面有一个image标签里面 它使用了这个logo 所以要删 你要把它一起删除掉 这块给它删除掉 把这个logo.svg的引入也删除掉 保存 好我们可以顺带着把logo.svg 也删除掉 这些东西呢 对我们一个最开始的项目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把它没用的都干掉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 小心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logo就不见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去改写代码 在这里呢 大家看app这里面 它引入了一个app.css文件 好 这个时候大家要捋清关系啊 首先程序的入口是index.js文件 在这里它引入了app这样的一个文件 app文件里面 尤其引入了app.css这个文件 那现在呢 我可以把app.css这个样式文件 给它删除掉 我们保存再到页面上看 大家可以看到 页面的样式就没有了 OK 那么目前呢 我也不需要你页面上有什么样式 所以我直接删除掉就好 那顺带着 我可以把app.css这个文件 也给它删除掉 这里面呢 就是一些css的样式 大家一看就可以看懂 我把它也删除掉了 好 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可以了 继续 我们再往下走 这里面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看不懂啊 好 这些代码看不懂 没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大家能看懂这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很像一段html代码 对吧 它里面有一个welcome to react 有一个to get started edit srcapps to save to reload 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的页面 welcome to react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这段文字 好 再来看 to get started 对应的是不是下面这段文字 那我就可以再精简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把这块内容都删掉 这里就显示一个hello del 或者hello world 保存 我连这个class name都把它去掉 我们放到一行 或者说这样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的页面上现在显示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hello world 没问题 回过来我们继续往下 app.js到这呢 我们现在只是不知道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但我们可以大概的理解 其实呢它就是往页面上显示一个hello world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回到index.js里面 继续往下看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register service worker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实际上这里面我就要给大家讲解一个概念 目前前端有一个比较新 或者说比较流行的概念叫做pwa 全称应该叫做progressive web application 它的理念呢是让我们通过写网页的形式来写一些手机的app应用 好 引入register service worker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就是来帮助我们借助网页去写手机app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假设我们引用了它 然后呢我们写了一个网页 写了一个网页之后呢 把这个网页上线到一台支持https协议的服务器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网页就会具备这样的一个特性 当用户第一次访问我们这个网页的时候啊 他需要连网才能看到这个网页 但是一旦这个用户呢访问完网页之后呢 他突然断网了 如果你这个项目引用了register service worker 这个时候即使他断网了 第二次再访问的时候 他也依然可以看到之前访问的那个页面 因为register service worker会帮助你把之前的这个网页 存储在我们的浏览器之内 这样的话下一次即使你没有网络 也可以去使用这个网页 所以呢他是做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要使用的一个东西 当然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最简单的项目 我们开发的这个项目也不需要他做到pwa这种效果 所以为了我们尽可能简单的去进行react.js的学习 我们这段的内容也可以把它去除掉 当然大家呢心里要有个数 register service worker是干什么用的 主要大家把精力集中在service worker和pwa这两个概念上 然后你可以搜索一些相关的概念 删除掉之后呢 大家来看 刚才你引入了register service worker 那下面你还调用了这个方法 那其实要删你得把下面这个东西和上面的一起删掉 好保存 回到桌面 我们可以看到hello world依然可以正常的被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 我们继续来看 刚才呢我把register service worker给删除掉了 那实际上呢你也可以把当前目录下的这个register service worker这个文件 也删除掉 OK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项目录里原代码部分 我们只有两个文件了 一个是app.js文件 一个是index.js文件 哦这里还有一个文件叫做app.test.js 这个js文件呢 它是一个自动化的测试文件 当我们做react或者view的项目的时候 它里面呢因为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函数式的编程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动化的测试 那app.test.js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测试的文件 好我们这里呢也先不讲自动化测试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也得删除掉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项目录就很简单了 首先app.js它呢就负责显示一个hello world的内容 而index.js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引入app 然后呢把app渲染到页面之上 那怎么渲染的我们后面再说 好 不过头来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项目下呢会有两个文件 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的 fave icon是左上角的图标不说了 manifest.json是干什么的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pwa的概念 还有service worker这个东西 它可以让我们的网页写好了之后 用户访问一次 再去访问的时候呢 就会在本地有完整的缓存 那即使你没有网络的时候 依然可以把我这个网页当成一个app来使用 manifest.json呢 它里面定义了 我这个网页如果啊 你可以当成一个app来使用 就可以把它存储在桌面上 有一个快捷方式 在手机上或者说在电脑上 你可以通过快捷方式 直接进入到我这个网址 那么这个快捷方式的图标 应该怎么展示呢 manifest.json里面 你就可以配置 icons在这里可以定义 这个快捷方式的图标是什么样子 怎么显示都可以在这里写 你也可以定义快捷方式的网址 对应的网址跳转到哪里 还有它的一些主题的颜色啊 都是在manifest.json里面去定义的 当然了我们既然已经不用pwa了 所以manifest.json理论上 你也可以把它删除掉了 好 当然你删除掉之后呢 我们到index.html里面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其实手印它会去引入manifest.json 所以你可以把它从这里删除掉 我们再做一个保存 好 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点开控制台 我们放大一些 大家可以看啊 刷新控制台也不会报错 就说明我们这个项目 改写到这儿 其实是完全OK的 那么回到项目里面呢 这节课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通过create.react.app这个小手架工具 构建出的项目 它的目录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非常的简单 需要我们掌握的文件也就是这么几个 lock文件 package.json文件 readme这样的文件 这三个文件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gitignore也一样都不重要 重要的其实就是三个文件 index.html文件 负负页面上显示的 Hml的内容 index.js 是整个我们react项目的 入口文件 它会引入一个app文件 app文件里面负责页面上 显示出Hello World的内容 那大家掌握到这里就可以了 下节课呢 我会仔细给大家讲解 这些文件里的这些代码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加油 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您的观点 到这里